20年前,公彪还是一个英俊小伙的时候,就无法自拔地爱上了丽如,他从小对消毒水位就有一种特别的眷恋,恰好丽如是个护士,整天跟消毒水打交道,再加上人长得漂亮,公彪会一见钟情也是难免的,可人不能只看外表,丽如之所以被自家亲戚所嫌弃,肯定是人品有问题,然而这些问题,公彪从未在意过。 为了能够得到丽如的欢心,公彪不惜从妄想身上下功夫,只希望对方能够帮忙撮合一下,妄想是丽如的姐夫,怎么着也得给个面子,即便再不喜欢公彪,也会勉为其难地答应对方的邀约,只不过这第一次约会就迟到,着实让丽如扫了不少信,好在电影还是很好看的,如若不然,他肯定会给公彪甩脸子,也是因为这场电影,直接炸出了丽如的虚伪。 很显然,公彪跟丽如恋爱,是奔着结婚走的,不仅简单交代了自己的情况,还希望丽如能给他一个机会,然而丽如的反应却很现实,他可不管公彪是不是大学生,也不管对方嘴里说的诗人有多出名,他在意的只是公彪有没有分房。 然而,公彪虽说在厂办工作,却从未被弃中过,每次跟领导出去,永远是端茶地水的那一个。 对于分房这件事,其实他内心也没把握,只是安慰丽如,凭借他的能力,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。 然而丽如要的可不是这种安慰,一听说公彪芬芳无望,直接对眼前这个男孩没有了一丁点兴趣。 就连看完电影之后,丽如也不愿让公彪送自己回去,只因公彪的坐驾,是一辆老式自行车。 丽如刚傲惯了,比起两个咕噜的,他更喜欢四个咕噜的交通工具。 虽说女人在谈恋爱这方面现实点没问题,可把对公彪的嫌弃写在脸上,那就是丽如太过虚荣了。 而在二十年后,他又莫名其妙地嫁给了公彪,本就是误会。 王翔早就知道,丽如跟厂长之间有亲密关系了,还记得当初在医院,厂长过来看望自己。 可最终登在报纸上的照片,却是厂长与丽如的亲密大脸,把王翔这个主角倒是晾在了一遍。 当时妄想还没想太多,只要在报纸上看见自己的名字就可以。 可他不知道,就是在那个时候,丽如才跟厂长之间有瓜葛的。 上面已经说过,丽如是个极其虚荣的女人,自从得到厂长的青睐之后,她每天都在幻想着能够飞上枝头当凤凰,就连自己的清白也不要了。 可最终呢,还是被厂长给抛弃了。 至于那个爱慕自己许久的公彪,自然也就成了冤大头。 与厂长之间的暧昧,让丽如吃了大亏,要不然她怎会委屈自己嫁给公彪呢? 在现实与爱情面前,如果被虚荣心蒙蔽双眼的话,最终吃亏的只能是自己。 丽如的天真不仅害了自己,还把公彪给害惨了。 当然,公彪从未嫌弃过丽如,只因在她的心中,丽如一直都是纯洁美好的存在。 只可惜丽如从未懂得珍惜过。